他完全被搞的一个状况 真的是让大家瞠目结舌 是我们台大人挤不进去 还是台大人被排挤 这些难道是暗装吗 难道你也在洗学历吗 你要不你就大气的接受提问 不然就躲在家里不要出门 老实讲是有非常多人来关心 这一场的直播 可是呢 他完全被搞的一个状况 真的是让大家瞠目结舌 这么大的一个讲堂 那你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这么多的同学在现场 你看到前排一排二排 全部是政治人物 后排记者这么多 但是你有看到同学的人数 其实不是很热烈的 那我就要问了 是我们台大人挤不进去 还是台大人被排挤 我不知道啊 再不然为什么 昨天第一个就是现场 有人就在问说 为什么我举手 你就不点我 但是你点到的刚好 不是台大的 对啊 这些难道是暗装吗 你今天你跑到台大去借了个场地 你告诉我说是台大 要这个台接受台大学生的考问 这是一场补考 那你难道是上台大补习班 就以为是台大毕业的概念吗 来政治读新术 上台大补习班不是台大毕业 在台大借场地 也不是接受台大学生的补考 难道你也在洗学历吗 你今天竟然你告诉大家 是要去台大接受补考 为什么 是因为另外两位准备参选的人 他们也去台大接受学生的考问 对 你那一场你浪杠 你没去你脚底抹油落跑 所以你没去 结果后来去正大以后 你丢了大脸跌了骨 结果你现在去补考 结果你竟然用那些小手段 你找了一个这个可以说挡箭牌 人肉的肉盾叫陈乙信 帮你挡住所有问题 包括选暗装来提问题 包括那个问题我不喜欢的话 我就叫黑衣人 不是黑衣人 穿西装 穿黑色西装的人 把你给制止掉 对 很了不起 我第一次看到是有一个 候选人一个新北市长 你要不然你就大气地接受提问 不然你就躲在家里 不要出门 你居然还叫人家说 来来来你坐下来 不要再问了 这台大国法所的校友 真的爆气耶